大家好,家里还有面粉,不要只会蒸馒头,包子 你可以试试这种黄金大麻花 做法非常简单,外皮又香又脆 自从做过一次以后,我家孩子隔三差五就喊着要吃 比外面买的还要香 面盆里先加入170毫升的清水 3克食盐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 30克白糖,爱吃甜的可以多加 10克蜂蜜,5克食用油,可以让成品更加酥脆 再打入两个鸡蛋 5克酵母粉,多搅拌一会儿,让盐和白糖完全化开 然后加入500克普通面粉 用筷子搅拌一会儿,先把面粉给搅成絮状 然后下手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这个面要多揉一会儿,揉到均匀细腻的状态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先让它休息5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把面团转移到案板上 像咱们平时搓洗衣服一样 把面给搓一会儿 大约需要4-5分钟的时间 自己做麻花虽然非常简单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肥胳膊 揉好的面团,用手轻轻地撑开 能看到一层很薄的膜 就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把面搓成一个长条 再下手揉成大小均匀的8个面剂 下好的面剂先像这样揉几下 再团成一个圆球 接着搓成一个短一些的长条 准备一个大小合适的盘子 在盘底抹上一层食用油 搓好的面剂一个个摆进来 用刷子在表面也均匀地抹上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薄线膜,醒面15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把面剂取出来 先搓成一根细一些的长条 然后像这样,两手往相反的方向拧几圈 再把它给踢起来 这样它就会自己旋转,卷在一起 重复刚才的步骤 还是抓住两头往相反的方向拧几圈 接着再踢起来,让它转几圈 最后开口的一头像这样塞到里面 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然后把它放到提前准备好的牛奶里滚几圈 让表面都能沾上一层牛奶 有的小朋友不喜欢牛奶的味道 可以换成清水或者酸奶 再放到提前准备的面包糠里 让表面均匀的沾上一层面包糠 最后左右手来回倒腾几下 去掉表面没有沾牢固的面包糠 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整齐的排列开,盖上保鲜膜 醒发15分钟 锅中加入足量的食用油 先把油温升上去 你可以用筷子里头试一下 周围能出现密集的小泡 说明油温真好 把醒发好的生胚下过来炸 一次不要太多 炸个三到四根就可以 麻花遇到热油以后 会迅速的膨胀起来 等它表面定型了 请用筷子翻动 让它受热均匀 全身保湿小火 一直把麻花表面炸到金黄色 用筷子敲打的时候 能听到清脆的响声就可以了 这样咱们的麻花就可以出锅享用了 自己做的麻花外皮口感非常酥脆 凉了再吃口感也特别好 拌开以后 里面还有一些拉丝的状态 里面比面包还要柔软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凉了之后放进保鲜袋保存 随时随取特别方便 大人孩子都爱吃 喜欢的话 快把视频收藏起来 试一下吧 我是大飞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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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